这是一部看哭了无数人的科幻片 却也让擦干眼泪后的他们心甘情愿地给他打出了8.6的高分 很多人认为他才是最纯粹的科幻电影 因为在他冰冷华丽的机械外壳下 传递的却是最纯粹的生命、人性与爱 如果现在的你对人生感到痛苦迷茫 我相信他会成为你最后的自我救赎 阿强是最新一代的家务机器人 被这户有钱人家的父亲买来当家庭管家 可女主人却不太待见他 因为他总觉得阿强老是在背后跟着他 眼神里还带着圣人的光 另一个不待见他的还有大女儿 他会偷偷地将阿强叫到自己房间 然后冷漠地命令他从窗户跳下去 而阿强也只懂得听从命令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 在楼下的父亲刚听见后院一声闷响传来 还来不及查看 门铃声又响了 等到父亲打开门后 看到的是摔得眼歪口鞋的阿强 父亲一瞬间就猜到了是大女儿的杰作 于是他将两个女儿都叫了下来 教育他们尽管阿强不是人 但身为这个家庭的财产也应当受到基本的尊重 可大女儿依旧我行我素 毕竟他从不认为一个冰冷的机器能有什么感受可言 然而或许是这一栓让阿强开了桥 又或许是他原本就是独一无二的 在他冰冷的外壳和固定的程序下 他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 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一只蜘蛛 他会善良地将它放生在门外的花丛里 无意间打破了二小姐最爱的玩具 看到他伤心气愤的表情 失落的他盯着地上的枯木失神 于是回到家后他立马尝试自学木雕 所以到了第二天 二小姐的房间里就多出了一只更加栩栩如生的小木马 就这样 阿强用他的真诚让二小姐彻底接纳了他 当父亲得知了这件事后 后知后觉的他也意识到了阿强的特别 然而到了晚上 被音乐生惊动的他看到了更让他惊喜的一幕 只见阿强不但修好了坏掉的留声机 还格外认真的坐在留声机前欣赏着音乐 为了弄明白阿强是特利还是这一批机器人的常态 父亲带着阿强来到了生产他的公司 谁料当他将最近发生在阿强身上的事情告知老板后 老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不在乎机器人是否真正诞生了自我意识 而只害怕因为这个异常会影响公司的销售和市值 所以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用钱将阿强收回重造 父亲听到这里二话没说带着阿强转身就走 为了真正的完善阿强的个性 回到家的父亲也做了一个决定 他减少了阿强做家务的时间 鼓励阿强多进行创作的同时 也开始教他更多的生活常识 在这个过程中 二小姐会认真严肃地充当阿强的助手 而阿强也会尽职尽责地陪着二小姐弹钢琴 在他们的四首联弹中 时光不知不觉走过了15个年头 二小姐出落的婷婷欲立 大小姐也成功地进化成叛逆的沙马特 而阿强靠着这些年的创作和手艺也赚了不少钱 这天二小姐突然找到了在工作的阿强 告诉他男朋友向他求婚了 但他还没有答应 因为现在的他有点迷茫 他告诉阿强他心里有个对他意义重大的朋友 和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甚至都会不自觉地忘掉男朋友 阿强并没有想太多 直接建议他那就嫁给你的那个朋友 听到这里 二小姐突然笑了 他欲言又止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最后告诉阿强 他还是决定答应男友的求婚 可听到二小姐的选择后 阿强反而沉默了 身为机器人的他还并不懂什么叫言不由衷 也不懂自己为何突然有些难过 只是神情恍惚的他却无意中切断了自己的手指 阿强只好重新回到生产他的公司 修复之余他还顺势提出想要整个容 因为他希望能从自己脸上表达出更多的感情和思绪 所以在二小姐的婚礼上 盛装出席的阿强带着满脸的笑意 真诚地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可在转身后 他脸上的表情又变成了难过和苦涩 同样难过的还有送走女儿的父亲 看着主人落下了欣慰又不舍的眼泪 阿强不会说太多华丽的安慰 只知道笨拙地表示他会一直都陪在主人身边 转眼间 又过去了十二年 阿强在不断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的历史中 变得越来越像人了 然而书读多了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会开始向往适合远方 所以阿强也开始渴望能够拥有自由 于是他将自己账户上所有的钱拿给主人 试图让主人赐予他自由 但他依旧会为主人一家继续服务 突然听到这些的父亲显然很生气 他以为又是自己的女儿怂恿 可二小姐告诉父亲 父亲沉默了 他将支票还给了阿强 一生儒雅善良的他 终究还是忍住内心的不舍赐予了阿强自由 唯一的要求是不准他继续留在这个家里 这是他给阿强上的最后一刻 想要自由 就要接受得到自由的后果 而阿强并没有走太远 而是来到小时候陪伴二小姐长大的海边 他在这里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小楼 就这样孤独且自由地生活了16年 直到这天久违的二小姐再次找到了他 原来是他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时刻想要见一见他 父亲感谢了阿强这些年对他们家的照顾 也庆幸自己让阿强拥有了最宝贵的自由 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后 独自生活了16年的阿强 也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他不愿意在他长生不老的生命里永远孤独 所以他放下一切试图去寻找同伴 试图找到和他一样拥有思想和独立个性的机器人 就这样 不知疲惫的他找了十年 也失望了十年 直到他差不多就要放弃的时候 一个在大街上再歌再舞的女机器人出现在他眼前 目瞪口呆的阿强手动收回下巴 他承认有那么一秒他动心了 阿强跟着女机器人来到了一个维修厂 他鼓足勇气上前搭讪 可随着交流的深入他还是失望了 眼前活泼的女机器人只是因为加装了个性芯片的缘故 这时维修厂的老板小胖走了出来 小胖除了老板的身份之外 还是一个落魄的机器人科学家 见到独一无二的阿强后 他也格外热情地带他参观了自己的研究 通过硅胶和仿真皮肤 让机器人的外表更加的女人化 但可惜的是没人资助他继续研究下去 听到这里 心动的阿强瞬间不困了 当即表示愿意资助他的研究 所以接下来小胖的操作开始了 他先是拿出一团肉状硅胶一巴掌糊在一个机械头骨上 接着用自己的小手开始不断揉捏 很快 一张栩栩如生的人脸在他手上逐渐成形 第二步 他将阿强原本的机械表皮揭开 第三步 给阿强的四肢喷上硅胶仿真皮肤 头上植入假发 最后再将机械内脏和表皮的仿真皮肤连接好 就这样 一个崭新且有头有脸的阿强诞生了 蜕变的阿强第一时间回到了原本的家里 但对于他的出现 年轻的二小姐却表现得异常陌生 直到一个老夫人走了出来 原来他才是二小姐 年轻的女孩是他的孙女阿珍 时间终究化作了二小姐头上的银丝 他们像从前一样叙旧闲聊 似乎时光又重新倒转回来了 可阿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当他们再一次相见时 二小姐已经来到了生命的终点 阿强想要握紧他的手 却意外地看到他手上竟还拿着那只小时候的木马 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 一直以来二小姐口中喜欢的那个朋友原来竟是自己 但此刻才醒悟的他发现已经晚了 他不愿意再这么残忍地送走每一个在乎的人 所以阿强再次找到了小胖 拿出了自己研究的器官图纸 这是他结合了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知识所创造的 他需要小胖用他的专业擅长来完善最后一个环节 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 阿强终于再一次完成了生机改造 他们不仅打造出了全套的生物机械器官 甚至连中枢神经系统也没放过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需要疗伤的人也逐渐变得亲密了起来 二小姐的离去让阿强只剩下阿珍这最后一个牵绊 而阿珍也被阿强独特的严肃性幽默所吸引 他们会一起散步 一起下棋 甚至是在宴会上翩翩起舞的两人都显得格外般配 终于 阿强的改造生机手术彻底地完成了 这意味着现在的他已经彻底拥有了人类所有的感觉 他第一时间找到阿珍 兴奋地让他戳自己的眼睛 从这一刻起 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的内心 可就当他满心期待地准备向阿珍告白时 阿珍却遗憾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和另一个男人订婚了 阿强的心一瞬间就乱了 在短暂的沉默后 他下意识地选择接受现实 接着只说了一句恭喜你们 可就是这样理性的态度让阿珍彻底爆发了 崩溃的他再一次给阿强上了一课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性中的不完美 他试图让阿强听从自己的心声学会去大胆地犯错 阿强能听懂但却无法理解 很快到了阿珍订婚当天 阿强还是没有忍住 拖着小胖偷偷潜入到了订婚现场 一边偷看 一边嘴里还极尽刻薄地嘲讽着阿珍的未婚夫 小胖在一边嘲笑他这是吃醋了 阿强瞬间醒悟了过来 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吃醋 这时的他才明白阿珍对他说的那些话 为了让自己的痛苦转变成幸福 他决定战胜自己本能的理性 他毫不犹豫地找到正在工作的阿珍 毫不犹豫地坦白了自己的心声 毫不犹豫地宣泄用最动听的语言编织的情话 看到阿珍在一次试图隐藏自己的内心选择逃避时 他甚至毫不犹豫地一把将它拉住 就这样 阿强终于通过犯错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 可当冲动退却 理性占据主导后 他们也意识到人和机器人的结合注定不会被世俗接纳 为了得到认可 阿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可毋庸置疑 结果是残酷的 他毫无悬念地败缩了 作为机器人的他哪怕拥有了人类的外表和情感 但他与人最大的鸿沟 还是在于他永远不会结束的生命 就这样 时间继续无情地流逝 他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日渐衰老 而自己依旧容颜未改 他越来越害怕二小姐的悲剧再次在他身上重演 为了不再经历失去爱人的痛苦 也为了彻底地被世俗接纳 他最后一次找到已经变为老胖的科学家做最后一次升级 老胖向他的身体里注入一种特质的血液 这种血液的唯一作用 是让他的身体逐渐衰败直到死亡 所以又过了很多年 风烛残年的阿强再一次站上了法庭 他让所有法官看到了他衰老的面容 他不求名利 不求认可 只为了让世俗承认他有着人类的本质 等到法庭宣判结果的那一天 阿强和阿珍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法官终于承认了他人类的身份 当他和阿珍的婚姻彻底被世俗接纳 他却提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只有阿珍清楚 他并不需要亲眼看到这一切 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够做好的一切 故事的最后 阿珍没有让阿强等太久 而直到生命的尽头 他们的手依旧紧紧地握着 阿珍 阿珍 阿珍